切頁 也就是說你有五個景點 那所以會有個清單 點擊進去的話 不是說做五個 五個頁面 而是說點進去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經緯度給他嘛 他會秀我們的景點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做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要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做什麼 曹慶公園好了 假設我今天做單頁好了 我們先做單頁 單頁那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 不知道動態怎麼做 反正你就是做 多頁嘛 然後如果有五個景點就做五個頁面 然後再做一個首頁 跳也都OK 都會跳過去嘛 這是比較 就是笨一點的方法 但是 我講過嘛 反正 外行人也不知道你怎麼做的 反正有看到地圖顯示出來了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曹慶公園的內容 這邊要做什麼 這邊就要把它刪掉 那因為我 我們將來需要怎麼樣 需要在 這個地方 放內容的地方 秀一個 地圖上去 不過這個地圖特別注意 他一定要給他一個窩 給他一個 因為我們圖的話 需要有一個 這裡的話我們需要一個 DIV給他放 DIV 這個DIV有點像 框框 這個框框 我要能夠放地圖 所以這個DIV要怎麼放上去呢 特別是 在常用裡面 跟正一下 應該是版面裡面 版面裡面不是有個DIV 插入一個DIV 第一個 前面有用過 插入版面裡面的DIV 那這個DIV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給他一個ID好了 這個ID的話 我們就叫做 MAP 比如說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叫做MAP 地圖底線 DIV 名稱叫這個 MAPDIV 然後這邊按確定 他的名稱叫 MAPDIV 接下來的話 裡面會有一些內容 什麼的內容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不需要 因為將來這些文字 我們在文字地方 是要放一個地圖的 是放個地圖在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你把它刪掉 把它刪掉 所以最後各位看到 裡面沒有字 但實際上他 就是要做出類似像這樣 就是 有沒有 或者你自己手動打上去 可以 就是這一串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 DIV 把它 把ID 他的ID叫MAPDIV 然後裡面的字都刪掉 所以一定會有個DIV開頭 斜線DIV的一個結構 目前裡面是空的 所以將來我們要怎麼樣 要在裡面放一個 一個地圖給他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要去 設定這個什麼呢 這個DIV的版型 因為現在是沒有東西 他的大小現在是沒有 可是如果我希望把它放大一點的話 他的大小也許我現在就希望在把這個 大大大概就這麼 這麼大好了 然後呢 我們高度大概設為大概多少 大概差不多 440 好了 440 然後寬度的話 比如說我們用 320 類似像這樣 或者360都可以 你可以再調一個寬度 也就是說 將來我的地圖放上去 配合手機 能夠有一個大小 放在這上面 那該怎麼做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請各位看一下 喔 420